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豪华单间到底有多豪华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西芹 今天给你们讲一个搞笑的事情 妈妈本来是洗澡要去洗大池子 可是妈妈就说大池子很脏 有皮肤病什么的 偏要写包间 你看 爸爸洗大池子都洗好了 洗大池子多好吗 我们从小到大都是洗大池子的 现在我就带你们去看看 妈妈整池子的样子有多搞笑 走 好吗 我都说了洗大池子 你偏要洗包间说你们有脚气 我就不洗 我就要不洗那个大池 你看老妈就是不听我说话 老妈就说你们有脚气 哎 你看 你们都睡着了 妹妹睡着 是因为她中午没睡觉 她晚上肯定得睡 她现在睡一会儿 她懂她洗澡的时候才有凶水 她如果刚刚没有在这里懂 她早一点进去的话 洗澡她在里面她都反馈呢 我们现在来查访一下我们这位王女士 现在还是怎么想的 我就想洗淡间干净一点 没怎么大想 你这一个想法 等了半个小时不止了 等半个小时也值得 大池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还在里面游泳 你当时泳池啊 真的泳池 不说了 妈妈是这样子一个固执的人 浪费了我们人生的光阴啊 生命的美食也有 你说浪费光阴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太 新加班又是拿过来背 你说的 来采访一下王女士 你背骨师就是浪费我们童年的光阴 知道吗 我们童年的光阴就这么几年 为了不让我们浪费时间 老妈居然还扯到了背骨师 窥下爽了出来 浪费我们童年光阴 对手握手 好了 这一次我就不跟妈妈争了 我跟其他的洗包间 下一次我一定要去洗大池并游 你看 他这个狗妹妹 他这个心情狗妹妹 你看 我怎么玩妹妹 他都不会生气 也不会哭 人家睡觉了 你肯定不哭啊 他在梦中说着 会不会有人在巴我的嘴子 梦中他也说 生孩子就是留白的 生孩子就是留白的 那你们是掠孩子 你知道吗 你看他一只眼睁开 已经一个小时的磨难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咱们走 去洗澡 你看 豪华蛋煎 豪华呀 这是豪华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我们的豪华蛋煎 到底有多豪华吗 这就叫豪华蛋煎 是浴缸 嗯 这管叫豪华 确实就是豪华 你看 看见了没 管这叫豪华 你看 我老问 哥不行 都呆呆的 用个红金领似的 红苹果 真好吃 好了洗澡了 下次再跟你们分 想要有趣的事情 再见 拜拜 拜拜